盡紙桃 哇好像可以咧 有趣趣的感覺咧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亮仔Steve 好啦今天有點突然的 想要拍一集影片給你們看 今天我要拍什麼咧 今天就想教你們 也不是教我們 研究研究 我們也是會 試試看做一下 因為我們也不會的 今天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 一定會比台客雞排的好吃 你沒有看到台客雞排的 賣到都沒有賣了 因為不好吃 沒有啦 是因為貨員的關係所以沒有賣 這個跟台客雞排沒有關係 這個是我們網上找出來的 來 我的音訊不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研究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吃 所以我們 研究看可不可以吃一試試吃 可能會辣 對對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試試看 所以顧名思義一定要有食材 所以我們的食材就是有 有黑胡椒 麵包糠 玉米粉 雞蛋 蠔油 醬青 料酒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雞肉 不可以我要開頭骨 我要開頭骨 你要不見先 我要不見先啦 你要找不到你先 OK 來歡迎我們的 脆心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先 我們要解凍雞肉 因為我們的雞肉打冰著 你看 很硬喔 所以我們來解凍 開微波乳 我們按 defrost 我們放200克啦 然後我們就 按 喔 要9分鐘 所以我們就來做其他東西先啦 我們有請我們的老婆 脆心 啊 對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有什麼東西要做嗎 所以我們就是要等雞肉來了 才可以動東西 對啦 我們想要的是開箱這兩個 哇 這個是什麼 就是 人家吃火鍋用的 在架 就是拿來炸東西用的 我們現在等9分鐘 要等雞肉來了 我們就要醃那個雞肉先 現在還有4分鐘多 我老婆講有時候會煮熟 我們stop一下看看 OK啦 還沒有 還有冰啊 裡面 我們再繼續 好囉 OK 我們打開 我們現在就來切雞肉了啦 為什麼你換衣服了 哈哈 欸是哦 怎麼換衣服了 我叫我換了 你為什麼叫我換衣服 新年代的衣服 這影片出的時候應該還沒出現啦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來切肉啦 OK 來 Cameraman 切塊 那聲音聽得很療癒耶 是啊 因為裡面還有冰的 我覺得阿雅會喜歡吃後片 然後最好那個肉硬硬的 好啦 所以現在雞肉我們已經切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醃製它啦 所以我們現在要 屌 屌 我們現在要倒屌味料進去 所以我們首先要倒什麼 哈哈哈哈 你笑什麼 屌 屌 下一個下蠔油 這個蠔油很好吃 3幾幾幾 看天啊 哈哈哈哈 這個是我以前的老闆娘 一樣啊然後送 然後我捨不得用 就每天用一點點 一匙 這樣怎麼辦 夠了啦 夠了啦 嗯 然後還有澱粉一匙 喔澱粉一匙 應該是 我也是不太會其實 還有胡椒粉啦 胡椒粉 忘記了 算算一匙了嗎 算了 好啦 然後還有這個 玉米粉 嗯 很明顯我們沒有什麼下廚了 不要這樣我下廚 我平時是用那個湯汁 不是用醬料 我們的IG都是騙人的 都是騙人的 什麼的都是我煮的咧 OK所以現在就是攪拌它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啦 我每次醃肉喔 我都很厲害的 什麼料都下去就對了 麻油什麼油啊 什麼的全部都下了 我慢慢煮好不好 我慢慢吃 麻油醬 麵筋圓 醬可以嗎 好像沒有什麼味道的咧 真的可以嗎 等一下我們的肉 會不會沒有味道喔 你修看 好像是沒有什麼味道的咧 不要這樣 我們試試看啦 我們也是第一次做嘛 我們就下一點點 我的天 好啦我們就這樣 等一下跟它保鮮膜 蓋起來 進冰箱 一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雞蛋打進去 來 這樣我們是到底在教人還是在誤導人 我們沒有在教人 我們在分享 分享我們怎樣製作這個的過程 實驗室 我們也不會的 我們一起做 我要表演單手敲雞蛋 哇 哇 好像變水喔 是喔 我們的薯粉好像不是很夠 OKOK 我知道 你們這個過程還是看看就好啦 可以的啦 相信我一定是可以吃的 我們現在醃最少一小時 沒有 就是醃給它入味 醃給它入味 醃到明天去啦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蓋好了 我們現在放進冰箱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等了 一個小時多了 一個小時多了啦 所以現在已經延遲到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做兩個方法啦 一個我們是用烤的 一個我們用炸的 我們來試吃看看哪一個會比較好吃啦 哦 如果你們家有 會更好 哦 直接丟進冰箱就可以了 因為你們家只有烤箱 所以我們就決定 丟去外面那一家烤箱 因為這家 這是拿來烤蛋糕用的 如果你們沒有這個麵包糠的話 你們可以用蘇打餅來弄 也是可以把它攪拌 對 也是好吃的 我們現在來到麵包糠 我們要沾麵包糠就可以去炸了啦 這個就是我外面的烤箱啦 現在陪伴我們很久的烤箱了 到處搬家的烤箱 真的 所以這個烤箱已經陪伴我們很久了 現在我們在預熱烤箱了 等一下我們弄好那個麵包糠過後 我們就開始烤啦 然後另外一個就用油炸啦 哇 爆出來耶 看你單手打蛋還不是很可以 就是雞肉 好的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這樣子來炸了 然後等一下就拿去炸跟烤啦 哇 很像很可以耶 你們看 哇 如果我們烤得不好吃 我就噴一點油在上面 我覺得噴油它的意義是 是因為讓它好像有炸的感覺 是嗎 我們試試看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成風扇模式的這邊 然後175度 哎呀 大概大概 OK OK 進風機 哦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烤18分鐘 啊 我還是決定用我這個萬能波來炸 一點點東西比較省油一點咯 我們來放油 我們現在來看油夠不夠熱 我們來試一下 嗯 差不多了 哇 哇 OK 好啦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炸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進入試吃環節 哇 好像可以咧 哎呦 脆脆的感覺咧 看有沒有熟 唯一的方法就是吃 試試看有沒有熟 嘗嘗 很燙啊 好了 好啦 所以現在烤的我們已經好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蘸粉 其實它是吃火鍋蘸的 只是我想到就是 它應該也可以這樣子撒一撒在上面 也是很好吃的吧 好啦好啦好啦 就這樣啦 欸 可是很香耶 很香耶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牌子的 然後這六波 這個叫什麼 這是脆紅 它人家叫脆紅 脆紅的脆綠 哇 這個更香咧 OMG 哇 很香 可以先試吃嗎 OMG 來 這是阿牙的 因為阿牙要減肥 所以我們就用烤的給它啦 這個是六波的 有炸到嗎 我覺得好吃 因為它不會辣 脆紅加的 這個是六波的 這個很方便 一小包一小包而已 哪一個好吃的 這個好吃 哦 六波好吃的 果然那三菇六波最好吃的 這個好吃的原因是 它不會辣 它很香 那個蠻辣的 我是覺得秀的話 六波的會香一點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炸的 脆紅的 不好吃會不會告我們的 這個是六波的 然後不敢吃辣的 蠻茄醬 我要幫你們試看看 好好吃 這個辣椒麵我覺得比較好吃 你們可以去找一下 這個就 也算好吃 只是它稍微辣多一些 比較辣 OK 來 我們來評分一下 來 你要這樣評分一下 烤的跟炸的兩個來評分 烤的給幾分 烤的我可以給 3.5分 烤的我給到3.5分 炸的話呢 炸的我覺得也是4.5分 那我 我少給0.5分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 可能還可以再更進步一點 那個味道再更重一點還是怎樣 你們也是可以回家試試看 如果你們真的在家裡做了的話 記得記得 告訴我 你們是看了我的影片 然後做來吃 試吃看看的 準備準備一下 拿去給阿雅試吃看看 不知道還有沒有在辦公室 我們現在就過去看看 好的 現在已經到了阿雅的辦公室 我們現在拿給它試吃的 你又煮了什麼 我又煮了 Porkorn Chicken 發發發發發 這個就是我老婆做的 Porkorn Chicken 這兩個咧 就是我們用烤的 這兩個我們用炸的 你吃吃看 烤喔 嗯 今天吃烤阿 沒有發發我從那邊來到這邊 這也是烤的 只是味道不一樣 因為一個味道我們是放這個 一個味道我們是放這個 嗯 有點麻辣味 這個比較好吃耶 OK來吃炸的 炸的 炸的比較脆阿 所以這種還是要炸的比較好 至少是Gracrox 也是不同味道罷了 嗯 差一點 所以冷了 炸的還是會脆 嗯 這個 這個根本就是麵粉 可是我老婆講 這個是專門做給你吃的 因為 烤的比較健康 你不可以太油膩 你已經很油膩了 哈哈哈哈 有那個惡魔在我娘說 好啦 來評分 到底Porkorn Chicken 是炸的比較好吃 還是烤的比較好吃 炸的肯定是給比較高分或四分 四分 然後烤的話咧 烤的話三分 三分這樣 還是可以吃 只是口感的問題 口感的問題 我吃一下 欸 差太遠了 我剛才烤出來的時候不是這樣 是 還是會有脆的 因為炸的 你拿出來了過後 它比較耐烤 竟然是烤的嘛 欸烤的如果冷了的話 就差很遠了 完全一點都不脆 可是炸的 它還是很脆 好啦 所以今天就做這個 廚房實驗室給你們看 哈哈 因為我們也是不會做 我們也是亂來的 嘿你看廚房可以搬來這裡 哈哈哈 至少你可以吃燒的對不對 哈哈哈 你不要來到我這邊冷了欸 真的 好啦 有沒有人家贊助一下 這邊弄一個廚房 我就來這邊做 哈哈哈 今天就是 我老婆做這個 破款雞根 試試看在你們家裡 也可以很容易的 處理的啦 也很容易可以做 然後你們就去試試看啦 好啦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要分享 訂閱以及按讚 還有訂閱阿雅的頻道 哈哈哈 See you in the next 影片 拜拜 哇 哇 你不是減肥嗎 哈哈哈哈 腹毛了嗎 腹毛了 哇 可以啊可以